UV-A是老化的元凶 因为它可以进去真皮层破坏骨胶原 所以有干有巢的就是因为UV-A的晒 UV-B就去到你表皮层 就是晒到红了、晒黑、晒伤、脱皮 就是因为UV-B了 防UV-A的标准是日本人定的 叫做PA 就是Protection Grade of UV-A 以加好,1个加就OK 2个加就更厉害 3个加就挺全面的 防UV-B的标准就叫做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 就是譬如我这样 我在暴晒之下 10分钟我可能就会晒伤 如果SPF30 就是说我把晒伤的时间拖延了30倍 就是我就会300分钟之后才会晒伤 很多人就说 那当然SPF越高越好 防晒就越厉害 其实不是的 是时间越长 但是譬如SPF30和SPF50 防晒度 就是厉害不厉害 是差1% 所以一般人用SPF30已经很足够了 防晒有两种 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 化学防晒通常只能防UV-B 某一个波长 就很难说一种成分就防晒所有UV-A和UV-B 物理防晒就有两个成分 一个叫Sink Oxide 一个叫Titanium Dioxide 譬如Sink Oxide 为例 一种成分已经可以防晒整个Spectrum的UV-A和UV-B 而Titanium Dioxide是差一点的 它防UV-B就好一点 防UV-A就差一点 物理防晒其实塗在皮肤表面 它会留在皮肤那里 如果有紫外光进来 它理论上就会做一个折射 但是化学防晒呢 就会吸入皮肤 甚至吸入你血管 它就做一个紫外线的分解 但问题呢 时间久了 它进入了血液 甚至会在你的尿液 在你的母乳那里出现 所以其实一吸收了血液 它的防晒效果就已经差了很多 而且很多化学防晒呢 都是致敏源 甚至会致癌 敏感皮肤 BB仔 胃奶的妈妈 还有其实所有人都应该用麦理防晒的 Cynergy有一系列的产品 都有Sink Oxide 包括母色的防晒箱 Ubersync 另外茶身呢 就是Uber Body BB Flawless是一个湿粉 然后还有防晒抗物粉 Mineral Crush 还有一个高状的粉底 就是Mineral Whip 全部都是有很高%的Sink Oxide 就是说只要你薄薄塗一阵 防晒效果已经是很高的 而且每个产品里面 都加了很多的抗氧化成分 包括茄红素 或者绿茶碎水 令皮肤可以抵御 紫外线的能力提高 所以暗疮皮肤都很需要Sink Oxide 无害生活出发 Meming Board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